章学友是八十年代乐坛不可多得的一把好嗓子 他当初是流行乐坛上的标志性人物 他的歌声独具穿透玉和自信 演绎的每一首歌都非常到位 章学友唱歌很有自己的特色 别人不容易模仿 而且每一首歌都成为了经典 成为了口口相传的好歌曲 听过他的歌之后 会让人陶醉其中难 总有一种既有未尽的感觉 所以大家也亲切地称 张学友为歌神 事业上很成功的张学友 他的感情生活也经常被大家津津乐道 对妻子罗美威的感情非常的专一 两人相爱二十三年几乎零碑文 令许多人为之羡慕 说到张学友 就不得不提他的妻子罗美威了 他不简单 出道比较早 在与张学友相识以前 罗美威已经是娱乐圈里公宴的美人了 而且在圈里的名气 要远远大于张学友 罗美威曾在电影《开心鬼》中 扮演那个戴着眼镜的可爱女生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的她 只有二十岁左右 虽然年纪不是很大 但能够得到该片导演黄百名的赏识 说明罗美威还是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在1986年 张学友与罗美威 因为她是电影《痴心的我》中相识 那个角色本来是李立真演的 可以说两人相识 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后来她俩相恋了 虽然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两人分手过 但在1991年张学友演绎事业低迷的时候又复合了 而当时的罗美威事业正处于高峰 十年后 罗美威嫁给了比自己大四岁的歌神张学友 这个极美丽与财华于一身的女人 终于和相爱的人走到了一起 罗美威是个感性的女人 婚后慢慢变得敏感起来 为了追求自己理想中的爱情 会选择牺牲其他 比如放弃工作 名气等 后来她下定决心选择退出影视圈 在家乡夫教子 做起了全职太太 四大天王中 要说最低调的夫妻 必须是张学友和罗美 为夫妇了 在其他三个成员 还没有公开恋情的时候 张学友就已经和妻子结婚了 之后 张学友为了妻子免于外界的打扰 一直见妻子保护得很好 两人的感情也非常的牢固 如今这对夫妻 没有出轨传闻 也没有不合的留言 过着平静而幸福的日子 夫妻两人先后生下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众所周知 有了女儿以后的张学友 就差点成了女儿奴 她不管自己的歌坛地位有多高 人气有多旺 回到家里 就会放下天王 歌神的头衔 立马变成了疼爱老婆 宠爱女儿的好男人 罗美威虽然没有再从事自己喜欢的演艺事业 抛头露面的结婚很少 但偶尔也会和老公张学友出现在一些综艺节目中 并且大秀恩爱 十分幸福 张学友罗美威夫妻两人结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他们的感情依然十分甜蜜 两个女儿也非常过巧懂事 罗美威出的三十四年龄绯闻 和大四岁歌 沈香爱二十三年 如今夫妻两人生活幸福 张学友凭借自己独特迷人的嗓音 和不懈的努力 稳固了华语乐坛中的歌神地位 而五十四岁的罗美威 也过上了无数女人想要的生活 老公疼爱自己 孩子懂事 家庭和睦 生活幸福 总统